文化社区及青田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龙说 政府希望国人可以活得长久 更希望国人的生活质量能进一步提升 要达到这一目标 各利益相关群体都需要尽一份力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2017年发起的活跃健康计划 目的除了培养社区精神 也希望激励国人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我们在全岛的ActiveSG体育中心 和活跃健康伙伴场所 设立了八个活跃健康实验室 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们更了解 自己的身体成分和健康状况 并向合格的活跃健康教练 学习如何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蔡瑞龙呼吁国人 踊跃前往体理会的活跃健康实验室 开启个人的健康之旅 今日的人必然进行幟 您恋逐行得上联合 在刻謝里 公式登上联合 记者认可